来 再来刷下去 其实我们好朋友这个番茄 番茄温室里面要炸大这个遮阴碗 其实内遮阴的效果不好 我实际上跟我们听众朋友说 内遮阴的一个降温 因为你要把它乳房子起来 这个目的就是我相信应该是要降温 所以这个内遮的效果不好 但是你们可以做外遮 一定是有一个好够的 但是做外遮有一个很大的风险性 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这个会去遇到 这个风险的问题 但是现在我们的农友很聪明 他做外遮但是他没有完全 没有百分之一百去吃五毛子 因为你要吃五毛子 一般我们是在做内遮来说 百分之六十的遮阴碗 夹在这个甘米的这个降中 这个夹麦直接日晒 这样感觉好像有一点效果 其实效果不好 因为你用这个通风不好的时候 你把它夹起来 夹起来的时候 你刚刚有跟听众朋友说过 这个甘米要降温 就是利用什么原理 就是说让它的光合作用的速度加快 光合作用的速率加快 要用什么方法 让它的光合作用速率加快 因为它的速率如果是加快的时候 这个温度就会变成 它攻击它的这个酵素 各方面的这个新陈代谢里面 那个热量 这样起来它就比较不怕热 点就是要这个速度的一个方向 你现在这个五毛子夹起来的时候 你给外面的这个温度并没有降下来 但是你那个日照是不是变化 日照变化的时候 是不是它的这个这个光合作用效率 就是降下 光合作用效率一个降下 你能降的这个温度又没有太多 它还是很高温 结果呢 降下不够 你这个光合作用效率不够 它这个温度就降下来 所以那个热会蓄积在它的体内的时候 如果加上气候 这样可能对它的这个经过这个行动 是没可能说太好 最近去上一也是上一趟 去日本有拿了一个东西 现在我们在做实验 其实它就一个很简单 就是这个原理 它这个东西 刚在高温的时候 它会缓慢四出二氧化碳 仿慢四出二氧化碳的时候 就定于这个造物的一个光合作用效率会提升 那它的温度就会得到下降 那会降下 我们现在在试这个 在番茄的这种育苗 或者是说特别是这个甘蔓的材 还是说小脏的时候 我们把它钓一个那在它的附近的时候 哇这真的去测它的温度真的是有降低 很神奇 原理上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如果说要做这个内测 其实我是个人是没说很很重 但是你如果说它还是可以降温 但是它降温的效果很有限 你一定要旁边的通风一定要好 旁边的通风如果不好 它这个效果就没出来 所以这个你要注意 我刚才说的就是外资 外资的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很多人用青蚊子 还是说用那个 因为我们台湾的热人 实在是尤其中午的这个中间 日照还是太太超过了 所以他总要把他这个地处顶 又给他一个蚊子 这个蚊子他总要把他固定掉了 总要把他这个 把他买较力 和这个温室结构 把他拔造会的时候 其实这资到红台天的时候 当他够一蚊子 把这个塑膠捶掉了 因为我们塑膠捶是 阿公顶管塑膠 顶管他又用那个 配套和鸭条线 这种配套的鸭条线 跟用一个这个类似 这种尼龙的这个 有弹性这个蚊子 把它配掉了 不要让它这个蚊子配掉 但是在风头的时候 它在这样震荡 我们现在够一个 这个塑膠捶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它触定给我们把它带掉了 它这个膠捶 它塑膠捶就不要再粗粗粗粗 因为现在的这个塑膠捶 都说是抗 这个环保材质 所以它的粗粗粗 它比较不韧性 比较不韧性 所以在那粗粗粗粗粗 就叫它刷破掉了 我们如果是把那个蚊子 不要说不要用蚊子 钻蚊子 把它四个角 几个地方 我们把它扑掉了的时候 再够它配一圆 去管理 第一就是说 降一点点温度 因为那一头真的很美 所以我们隔绝一下 降温 第二个就是说 你能够 一个作用就是说 它能够 它的这个 温度的 这个坚固性会比较好 如果是这样 这种我就建议你做 但在里面 我是比较不建议 你用这个蚊子 来降温 因为那个笑 我如果吃过 那个真的也不行 还有一个做法 就是说 你如果是状态 不要太扯 这确实 他还是状态 这确实是没有说 逃不到任何的便宜 这跟我们曾经说的 这个艺术同样 今天我们同学 拿这句话给我笑 说 哇 你讲的太凶狠了 因为曾经说到 不要把别人当傻瓜 我们真的不是说 很多这些事情 我们想到够的时候 我们要去克务 我们的立场 是怎么办人不去做 或许别人 他们就是 第一个没钱 不然有钱就有 大 有钱我就跟他开 开下去 如何 不好 又定来 对不 不是很多 这个中国大陆 有一个联想集团 去做 水果的 种植贩卖 还是什么 不是做到空间 他们把农业想得太简单了 已经因为说 我的口水就是很多 很多是怎样 很多就要兴趣吗 这个行业的水的深浅 不是那么简单 有当时 就是说 人去看到的 他说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子做 对了 为什么不这样子做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不这样子做 有可能就是说 我们真的很害怕 我们如果是这样做 可能是没什么好够 所以 还是回到那一句话 就是说 同样那句话 就是说 别把人都当做傻瓜 所以 人要这样做 已经有他的想 我们看看 看 有缘缘缘缘 我们没有缘 我们自己想 自己想 其实有时候 我们人也是要做傻瓜 对别人都很聪明 他们都想到 可是我觉得可能 是我们比较傻 我们公公去做 这也是有可能 但是 我们要去做傻瓜的时候 要去做傻瓜的时候 我们自己要并告一下 我是不是有 这个投资的本钱 如果有去做那么快 我是觉得 提钱买经验 总比你提钱 去吃粉更好吧 吃粉你找不到 什么样的 一个好处 对了 但是提钱买经验 最后 我们也知道 这项东西不做 这真的不算 这样 别人较缺 如果这种钱 不用怕 这以前我爸爸 都说 我又要去想 要去科什么执照 要去想什么 其实 很多执照我都没用到 比如说 我有这个 废弃物处理的 这个夹集执照 我有这个顾问师的 什么执照 ISO的集合人员 很多 所以我们想想很多 有的没的 这条 但是我们的爸爸 都说 你如果没吃粉 你那些东西都重处 反正你这个也没差 对不对 到处在自己身边都没贵 吃粉有时候是就 就吃掉了 那个盘盖就算了 那不然说真的 这个也没有太大的坏处 你就多少可以去上课 去设一些这些东西 我觉得都是值得去投资自己 去有时候一句话就好了 最主要就是说 可以够看一些 这个含白人 稍微有一点接触 我们可以去知道 说人是怎么在做 如果你们 变成比较好的朋友的时候 有时候在开港 你可以去了解一个 有时候 我们看不见 他们是怎么想的 是怎么这样做 有时候那个想法很重要 那个想法很重要 可以去了解那个想法的时候 竟然是一个 很好的节节所在 所以 但是有时候每个人 每个人在看 事情的角度是不一样 这没要紧 只要我们可以 大家可以做一个 探讨的时候 其实 这都是一个 很好的机会 要多少看 你问我 当然我分析 给你听就是这样 要做不做 其实 你不可以去试试 并说你自己一层 看看 没有影响 是不是这样 这也是你投资的 你给它看看 有好够没好够 你如果觉得就没什么好够 那你就 最后也要是数据而已 你也要没什么 买习惯 卡一点点 就是选笑 选笑 也是选笑一个而已 对吧 最后我们可以 真正硬 知道说 这条是做不通的路 这也是很重要 这个关键 那这给朋友先了解 我们等下 这个水中 三中的这个问题 我们再回 跟听到朋友 做回答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